小小结构的改变能让偏心伞与众不同吗? 不同寻常的方式会让灭火弹的使用效果如何呢? 简单方便的操作会让彩查机有怎样的工作效率呢? 敬请收看发明欢乐会 小小结构的改变能让偏心伞与众不同吗? 不同寻常的方式会让灭火弹的使用效果如何呢? 简单方便的操作会让彩查机有怎样的工作效率呢? 敬请收看发明欢乐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伯 雨伞从发明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它的这种简单而又传统的结构 同时呢在雨天当中呢 我们也看惯了这个雨伞被折翻 同时呢淋湿半边身子这种尴尬的境遇 那么有一个发明人就在悄悄的改变这一现状 究竟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发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孙立民是深圳市一家民营企业的科研人员 由于深圳市降雨频繁 我们打的伞往往只能用到一半 因为伞感在阻挡的 另一半就浪费 这半就不够用 所以我就一直想周末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 经过长期的思考研究 老孙意识到 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增打持伞人在伞下的有效使用面积 而传统的雨伞在伞体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的 除非改变传统的伞体结构 传统的雨伞结构十分经典 它利用的是杠杆原理 采用中心对称的结构 这样的雨伞稳定性较强 这也正是伞距流传几千年 而从未被改变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采用新的伞体结构 怎样才能既有创新 又能保证伞体的稳定性呢 我当时就想的是 这个伞吗 这个伞感在中间 那么这么几只伞骨呢 我想给它一分为二 就自然就给它分离了 这一分离以后就等于是 它的中心位置给空出来了 那么利用这个思路解决以后呢 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 遮雨的一个问题了 于是老孙想到了 如果能将伞杆从伞体的中心位置移开 偏于伞体的一侧防置 那么人的有效遮雨面积 不就无形中增大了吗 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做起来却很艰难 经过大量试验 老孙找到了一种十字交叉的杠杆结构 老孙的设计实际上就是 将伞体的结构做二分之一切割 从而形成两个二分之一伞面 中间一比一的杠杆结构连接 形成一个左右对称的结构 伞面外表形成一个椭圆形平面 是使用面积增大 这样的结构 无形中使持伞人的 有效遮雨面积增大 达到提高遮雨效果的目的 而伞杆的位移 又缩短了伞体迎风面的利弊 这样一来 就使得雨伞迎风面的 抗风能力得到增强 那么偏心伞的遮雨效果 究竟如何呢 这天找来了一些群众 打算让他们尝试一下 大家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雨阵 只见大家神情自若 似乎这样的中雨 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行走 那么大家走了一个来回之后 偏心伞的遮雨效果 究竟会怎样呢 你们有临到自己的吗 没有 我看看你们的手臂 看一个 没有 您的女士 也没有 就现在也没有 你也没有 那你们觉得用这个伞 以前用的普通那个伞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和变化呢 这个伞很实用 可以正在中间 与以前的伞相比之下 它偏了一边去了 这样的人可以正在中间 可以实用 把你保护得更好了 对吧 我觉得这把伞 可能牵着小孩子会更 那个 实用一些 然后它会 就是 可能会 得到小孩更多一些 阿迪说这把偏心伞 通过小小结构的调整 确实是在 遮雨性能上呢 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么这把偏心伞和传统的雨伞 在遮雨和抗风性能上 到底有怎样的不同呢 我们通过对比测试 来进一步的继续一下了解 孙立民跟着家人 一起商量着 抗风性能测试的最佳方案 他们准备 首先到实际生活中 去做一个 抗风测试 这天 我们来到一处 车辆较少的高速公路 把一把普通的雨伞 和老孙的偏心伞 同时绑在一辆车上 通过车辆的高速行驶 来模拟雨伞 在不同风速条件下的 状态变化 车辆辆 车辆辆 你看今天咱们找了一个 车比较少的高速公路 对 目的就是想把车开快一点 嗯 您觉得您那伞能抗几级风呢 七级风是可以的 但我相信咱今天一定能开出 超过七级以上的风来 那是的 普通的伞可能已经致力破碎了 那您的伞呢 我的伞要对普通伞 可能要少一点 能好多少呢 我觉得普通伞到超过五级就不行了 那我这个伞到七级肯定没有问题 慢慢就查试一下 好 测试开始了 这次我们准备了一个专业的风速仪 这样就可以比较精准的了解风速变化了 五级风 四五级 那个普通伞已经坏了 我看 哦 是 普通雨伞在五级风速时就已经坏掉了 而偏心伞却还完好无损 随着风速的不断提高 老孙的偏心伞也逐渐开始变形了 但在七级风速的条件下 老孙的伞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么老孙的偏心伞究竟能承受住几级风力的考验呢 测试再次开始 现在八级风 这都八级是吧 八级风 你那个伞现在变形 几乎是要坏的样子 有金 对对对 你打完了 是吧 你打的基建 我估计就是八级风 当风速达到八级时 偏心伞瞬间损坏了 经过这次测试说明 八级风速已经到了偏心伞的抗风极限 您那伞啊 我看跟这个普通的伞 对 破坏的程度也差不多了 对对对 虽然坏了啊 但只要通过这个测试说明 您这个伞啊 比普通伞的抗风来的确实要强 对 还不错 它的结构肯定要少一点 好 那现在这个测试咱先教练啊 好 咱再进行像其他的伞 好的 但不管如何 偏心伞在抗风测试中 已经展示出了较好的抗风能力 而接下来 我们打算再做一个综合测试 通过模拟一个风雨交加的场景 来对偏心伞进行终极验证 这天 风机和水枪都已准备完毕 为了能够准确掌握风机的风机大小 我们先对风机的风机进行了测试 经过风速已显示 风机的最大风级为九级 这样的风力 已经超过了偏心伞所能承受的期限 那么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上由六支水枪构成的大雨震 那么 这样的测试场景 就几乎可以和生活中的狂风暴雨相似了 那么 偏心伞在这样的环境里 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老孙似乎已经浑身湿透了 但是伞还完好无所 刚才的测试中 老孙离风机的风口很远 那么 如果离风口近一些 效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让老孙的偏心伞 和一把普通的雨伞 同时走进风口 那么 会有怎样的状况出现呢 转发引未经许竟ия 什么意思 importante 知道 这真的 这就是浪费不擦了 这已经完全是浪费不擦了 您这也浑身都洗了 但是没什么地 风完全是横向过来的 我注意到这一点了 风气速度这太高 但是伞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 对 所以湿了我觉得不可避免 但是至少要证明一点 像您这个伞 普通伞我看您进去 您这风口稍微近一点 那它一下子就完了 偏心伞在模拟的风雨环境中 再一次展现出了较好的抗风性能 那么它的遮雨性能和抗风性能 在广泛的人群使用中 又究竟会怎样呢 我们请来了六个志愿者 他们分别打着偏心伞和普通雨伞 他们将在大稻暴雨 且还要加上强劲的风力吹拂之下完成测试 那么状况究竟会怎样呢 首先一点六八伞都没坏 离得风口远 对 一直都躲在这个风口 因为确实受不了 对 我来看看啊 基本都是 但这还是干的 对吧 看看这位呢 嗯 基本都是吧 这一点点干的 对吧 这个暴露出的这个水 它的脸都湿了 它整个就像洗了 它洗了澡差不多了 后面湿了 对 这一次 像师傅如果说真的这么大雨这么大方 一般是不会出来外面的 因为没法遮雨 对 那伞也遮不住 就像今天一样是不是 对 经过测试 偏心伞略胜一筹 通过在高速公路上的测试 以及在风雨交加的环境中的测试 偏心伞所展现出的抗风性能和遮雨性能 要远胜于普通雨伞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发明项目灭火器 我们都知道灭火器是非常轻便的灭火工具 那么在初期的情况下 它能够达到控制火势蔓延的一个目的 那么随着这个物资的不同 灭火的装置也有所不同 那么今天我们的发明人呢 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灭火方式 就是爆炸 那么这种爆炸的安全性如何 灭火的效果又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陈灵光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40岁之前的他在西班牙经营着一家中餐馆 在当地他的餐馆可谓是家喻户销 每到吃饭的时候都是高棚满座 然而就在餐馆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我在一看书 厨房里啊 油股没关 然后跑下来 跑下来一看油股壶很大 结果手里抓住了一把那个 那个一壶的那个餐巾啊台湾啊 我就往里倒 这个一倒更好了 这壶起的更大了 就把这个给烧掉了 陈灵光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餐馆 在大火中被复之一炬 虽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是也就是这次惨痛的经历 让他的脑海中不禁产生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 能够迅速扑灭大火的装置呢 带着这样一个疑问 陈灵光回到了国内 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在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查后 他发现 不光是发生在家庭里 哪怕是相对于很多更为复杂环境中的火灾 市场上的各种灭火器 都存在了不小的局限性 操作复杂 体积庞大 灭火效率不高 于是 陈灵光下定决心 要自己来设计一种 能够克服以上缺点的新型灭火装置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将大火控制住呢 俗话说 一高人打大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 将大火控制住 陈灵光决定 采用一种 让所有人 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来灭火 那就是 爆炸 2003年 在经过了大量的试验之后 一种新型灭火装置 终于研制成功了 为了能够看看 这种长相奇怪的灭火器 到底是怎么灭火的 我们让工作人员 在空地上 浇上了一片汽油 随后把灭火器放到了上面 接下来 再让工作人员点燃汽油 让我们惊讶的是 一声闷响过后 火被瞬间扑灭了 陈灵光说 他的灭火器 之所以能够快速灭火 是因为 他在每个灭火器内 都装了二到三颗火药 火药被包裹在 充满灭火剂的容器里 而在灭火器的外部 有一根引线 这根引线 也就是一个传感装置 当引线触碰到明火时 他就会引爆火药 从而将灭火器均匀地 喷洒出去 达到扑灭大火的目的 那么 这种采用爆炸方式 来灭火的灭火器 真的像陈灵光说的 能在第一时间 灭火吗 我们找到了一辆大客车 来做一次测试 这辆大客车 虽然已经报废 但是 它的发动舱内 没有任何的改动 内部的情况 也非常符合 我们的试验要求 我们看看 当发动机舱 发生起火的时候 灭火器 能不能第一时间 将它扑灭 为了逼真的模拟 发动机自然的 一瞬间的状况 陈灵光 让工作人员 把灭火器 放置在发动机上的隔板上 然后 在发动机上 撒满了汽油 一阵响声过后 发动机上的火被瞬间扑灭了 因为这个下面就是发动机 发动机先排气管通往冷却的 基本这些管子是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损失 通过测试灭火弹的灭火效果和安全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为了在火灾刚刚发生的时候 能够有效地控制住火势 陈林光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灭火弹上安上一个远程控制系统 这个控制系统可以在火灾刚刚发生的时候 由监控室的操作人员通过点击鼠标的方式 能够实现快速灭火 那这个快速灭火的方式是否好用呢 陈林光希望通过一个生活化的场景进行一下验证 我们来看一下验证的结果是如何的 面对高楼的起火 灭火器能在第一时间快速灭火吗 能在第一时间将三十位体验者从火场救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灭火弹能够实现自动快速灭火的目的 陈林光研发团队研制出了一个远程控制系统 也就是说 只要在监控器中看到起火就按下鼠标 灭火弹会在两秒内启动 比起原先碰到火焰或达到180度的高温 才会启动的方式 这种新的方式可以将灭火时间大大缩短 损失也能相应地降低 那么 这种启动方式效果如何呢 陈林光决定在最生活化的场景中进行测试 这里是陈林光挤进周折才找到的一处类似民居的消防演练楼 在这座八层建筑中的第七层 陈林光和员工们正在努力地布置出一个简单的家庭场景 经过一整天的忙碌 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呈现在我们眼前 然而 陈林光告诉我们 危机就隐藏其中 灭火器应该要放在这个前边 因为下面是电插柱 这边圣诞树 右边是那个沙发 这里又是窗帘 这个地方是危险性是最大的 可燃物也是最多的 那么我把这个产品装在这个支架上 圣诞树下的接线板往往是短路起火的源头 而圣诞树 窗帘 甚至旁边的沙发 都是容易引发火灾的易燃物 因此 陈林光在靠近接线板的墙上 安装了灭火弹 电程任务就是看看 一旦起火 远程控制装置能否让这个灭火弹 及时启动灭火 远程控制系统已经检查完毕 而楼下的工作人员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们在基线板附近浇上汽油 一边模拟电源短路起火的场景 在紧张与期待中 陈林光决定开始验证 工作人员按动开关 一个短路起火的状况呈现在我们面前 接下来就是检验灭火弹的时刻了 由于远程控制系统出现故障 灭火弹没能及时启动灭火 无奈之下 我们只得让工作人员用灭火器先把火扑灭 面对这样的结果 陈林光十分懊恼 想表达自己心里有敌 他们昨天晚上一再强调 一再强调这个事情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正当我们准备下去看个究竟时 一声巨响几乎击碎了陈林光的心 原来就在工作人员准备拆除灭火弹时 灭火弹突然间爆开了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工作人员是否被炸伤 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刚才我们不是从上面给了一个信号吗 它这个信号可能是延时了一段时间 我们以为失败了 我就去拆这个产品 结果它就是延时了 信号发出去了 延时了 但是你看我等于也做个安全验证 刚才近距离的摸了产品 爆完之后就这样了 没有产品的 没有产品 就这样子了 但是你看我整个面部来讲 其实没有什么要跟我发现 那也要小心啊 对对对 虽然这次意外 从侧面证明了灭火弹的安全性 但却让陈林光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有一个事物了 他有一个事物了 那要不我们先去那边坐一下 然后我们先调整一下 好 你说爆气都没用的 没用的 可是就不能说落气了 他都我很想拥有 不要说 不要说 想任何人不用说抱歉 在纠结与压力中 陈林光召集研发团队 对刚才的问题进行分析 经过研究 他们认为 灭火弹启动延迟是因为操作失误 导致远程控制系统中的指令出现了误差 谨慎的陈林光决定放弃用这种启动方式进行的测试 为了能够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灭火器快速灭火的效果 陈林光决定做一次高楼起火后的灭火测试 我跟大家说一下 虽然这次是一次演练 但是它毕竟是烧火 烧真火 尽管你们对我们很有信心 但是安全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再次来到验证现场时 陈林光正在为新的验证做准备 他要营造一个高楼起火的场景 然后亲自用灭火弹将30名被困群众解救出来 30名群众都是陈林光的亲朋好友 他们自愿参与这次验证 为了万无一失 陈林光还请来了消防战士保驾护航 不过我们看到 参与验证的群众们 依然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在参与验证的群众中 我们看到陈林光的爱人也在其中 陈林光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 他能从昨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顺利完成今天的任务吗 验证开始 30名群众已经上楼并分布在3到7层 工作人员在以上各层的楼口设置了着火点 很快整栋楼被滚滚的浓烟笼罩 情况不容乐观 陈林光真能用灭火弹扑灭大火 将群众解救出来吗 哎呦 这些烟火的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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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点 怎么 还没有爆啊 还没有的 有了 站到树里 撤掉了 人呢 人呢 人做好都做好 随着一声声巨响 7层以下的大火被灭火弹迅速扑灭 此时的陈林光虽然已经很疲惫了 但它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外面的气温高达40度 火焰的温度又在不断升高 加上不断冒出的浓烟 7层的一些群众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如果不能快速灭火 7层的群众就会有生命危险了 快快快 最终经过十分钟的努力 使用了八个灭火弹 这场高楼大火被顺利扑灭 此外 30名群众也成功地逃出了火场 当时什么状况啊 当时一片黑 当时一看火一开始 然后起得好大 然后穿得好高 然后后来 然后那个烟就起来了 然后进了烹的 就看不见 然后烟慢慢慢慢就散掉了 然后火就灭了 很快的 非常快 面对这个结果 陈林光 总算松了一口气 应该是吧 以后 以后都到公司里来看看 看看我在做什么样工作 要是给老陈 这次这个验证 这次表现 打一个分的话 100分是满分 能打多少分 100分就是满有99分了吧 为什么已经够够够的了 已经够够的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发明 大家都知道喝茶对我们人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那每到收茶的季节呢 茶侣们都是非常的忙 那么有一位发明人呢 就通过自己的细心观察 希望发明一项轻型的采茶机 能够让茶侣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脱出来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轻型的采茶机 好不好用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年53岁的黄峰 从小生活在福建的产茶大区福安市 她一直对茶有着特殊的情感 喜欢喝茶 吃迷茶道 自己也种过茶 采过茶 卖过茶 由于山区的茶园路窄泼斗 用不了大中型机械 每到春季采摘的季节 只能依靠人工来完成 但是如果采摘不够及时 茶叶就很快变老 卖不上价钱 只好将它们砍掉 时间一久 许多茶园都荒废了 作为一个爱茶的人 黄峰看了觉得心疼 于是想到了 发明一种便捷式的采茶机 来帮助这些茶侣们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前前后后花了几百万 妻子也欺得差点要跟她分手 但是黄峰认定的事情 没有人能改变 她不相信 自己做不出来 这波有智者事进成 黄峰终于研制出了一台 只有2.5千克的便携式采茶机 黄峰发明的便捷式采茶机 操作十分简单 只要握住手柄 启动电源 将刀片组对准茶叶 就会将剪切下来的茶青 通过扫叶轮 直接扫进 集叶带里 为了听取更多人的意见 黄峰让当地的茶农 也来试用了一下 不一会儿 茶农就采好了一袋茶叶 你感觉这个怎么样 我感觉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对 就这个重量 你拿到手上觉得能接 觉得挺轻巧的 好 这是咱们刚才用采茶机采的 这个是什么 是老梗吗 对 这是老梗 我们采的话 就是这个老梗 相对会更多 但完整度是没问题的 完整度还可以 跟碎片也没有 没有半率的 没有刮伤的 你感觉和你手工采的有区别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 它是因为这一点 这个老梗会上来一点点 毕竟是机器 不是用实工的 你对这个机器觉得满意吗 还可以吧 虽然和人工相比 便携式采茶机的采摘质量 没有那么精准 但总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得到了茶农的认可 接下来 黄丰准备再测试一下 便携式采茶机的采摘效率 他找来了十位茶农 准备用两台采茶机 和他们进行一场实地比拼 机器无拢 茶农无拢 你觉得是谁快 试一下吧 试一下 你有没有信心能够赢这个人工啊 肯定有了 有信心 咱们茶农朋友这边 你们有没有信心能赢他这个机器啊 有 有信心啊 有 行的咱们来试试好吧 好 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准备 开始 人工马不停蹄 机器飞快运转 大家都争先恐后 想取得最终的胜利 半个小时之后 还是采茶机一方率先完成的任务 飞走了 好了 我看你用差不多做半个小时啊 这五笼茶基本上就采完了 让我问问这边 咱们这边算完了吧 快完了 完了就完了 五分钟后 茶农也采摘结束了 怎么样 这边也完了吗 完了完了 完了 那机器好 机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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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但质量呢 那也可以 是 虽然 便携式采茶机 在和人工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 但黄蜂 但黄蜂并没有满足 他带着采茶机继续沿着山路前行 决定到山上的茶厂 去和茶厂用的大型采茶机械 再进行一场较量 经过了四十分钟的徒步前行 大家终于抵达了位于山上的茶厂 那么和大型采茶机相比 黄蜂的便携式采茶机会有优势吗 比赛开始了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由于大型采茶机的体积较大 作业时需要三个人同时协作 但它在速度上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而黄蜂的便携式采茶机 虽然采茶速度稍显落后 但它深情小巧 操作方便 茶园的边边角角都可以采到 因此 采下来的茶叶 重量上 反而比大型采茶机多出了两千克 采下茶叶的质量 也远优于大型机械 尽管采茶机的表现不错 但是黄蜂知道 它的采茶机 现在只能采收小叶种的茶 我国茶叶品种非常丰富 在云南有很多大叶种的茶 如果采茶机也能采摘这种大叶种的茶 那么它的适用范围将会非常的广阔 所以黄蜂决定对自己的采茶机进行改进 带着改进后的采茶机 到云南进行大叶种茶的采摘测试 同时和云南的采摘人员 进行一次采摘之后的效率对抗 看看效率的结果是如何的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黄蜂明白 虽然现在采茶机的采茶效率有目共睹 但是目前这台机器只能采摘小叶种的茶叶 而对于云贵高原一带大量种植的大叶种茶 采茶机是无能为力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 黄蜂当机立断 马上着手对采茶机进行升级 它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解决大叶茶的采摘难题 啃下这块硬骨头 以便增加自己在竞争中的筹码 只要这大叶种的茶能采的话 就一种百分经过所有的茶 包括全世界的都没有 经过20天的艰苦奋战 黄蜂的最新一代便携式采茶机改进完成了 为了实地验证机器的效果 它决定不远千里驱车赶赴云南 到那里进行一次大叶茶的采摘测试 对于测试的结果 黄蜂可谓是无比自信 只要常能看到我这采茶机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认可的 都会要的 位于云南省南部的林仓市 是著名的滇红产地 这里的滇红 基本是以嫩度适宜的 大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而制成 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叠 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 勾勒出绿意盎然的天然画卷 黄蜂此行的目的地 正是滇红的故乡 离林仓市区 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凤庆县 这一次黄蜂的妻子 也特意放下手头的工作 专程陪她来到了云南 这无疑给了黄蜂极大的鼓励 我觉得来一下也是给她加把自己加油一下 在仔细观察了茶叶的品种和掌势之后 黄蜂决定和当地的茶农们进行一场大比拼 我准备就是说五十个茶农 然后我们十台机子跟她比 绝对没问题的 OK的 在村美会主任的带领下 黄蜂很快选了一块茶叶掌势很好的茶地 双方约定好两天之后正式比赛 第二天清晨 黄蜂却又一次来到了安石村 原来由于这次参加比赛的机器队 队员们几乎全都是生手 很多人甚至从来都没采过茶 黄蜂打算先到茶园里 给大家进行一次比赛前的突击培训 在黄蜂的指导下 没过多久 其他九名队员就学会了 如何使用手里的便携式采茶机 经过半个小时的训练 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了 用机器采茶的要领 第一次就用得这么好 一用下就会用 对于明天的比赛 队员们也都充满了信心 没问题的 我们这十个人比他五十个人随便 兄弟们你们进行 比赛的日子到了 五十名茶农纷纷背着茶楼 来到了村里的小操场上 村委会主任将大家集合起来 说明了比赛的规则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主持了这个五十个茶楼 到这里用我们的财查方法 和这个财查金 比比赛事实 比数量 比数量 大家要加油 补剑 有没有信心 能不能赢 一起走 在黄蜂和村委会主任的代理下 茶楼们沿着紧融一人通过的崎岖山路 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 迅速赶忙了比赛所用的茶地 员工队和机器队划分好了位置 大家都严阵以待 准备一决胜负 我们给大家四十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两边采的数量 还有它的质量怎么样 您现在觉得自己能打赢他们吗 肯定可以的 这个台也很好采 大家都各就各位啊 准备好了吗 好啊 收紧准备好了吗 对 考虑好了 一二三开始 随着比赛开始的号令 黄蜂一马当先 启动了采茶机 扫野轮飞快运转 所到之处的茶青都被迅速收进了吉野带领 在他的带领下 机器队的队员们都开足马力 朝着面前的茶树展开了进攻 与此同时 茶农们也不甘示弱 大家全都拿出了采茶的看家本领 五十双手上下五动 将茶树的嫩芽飞快地采下来 简直看得人烟花缭乱 你们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这样采的话 五十公斤啊 五十公斤啊 五十公斤累不累啊 累吗 一天再到晚 一天再到晚 此时 无论是机器队还是人工队 大家都争分夺秒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采摘着茶叶 加油 再一点点了 大家快点 随着实践的推移 我们发现 机器采摘的效果 似乎更加显著一些 在采茶几锋利的刀片作用下 大量的茶青被采集下来 队员们每隔几分钟 就要将集业袋里的茶叶 倒进大麻袋里 集中起来 我在成功采完了 没茶了 没茶采了 此时 第一四十分钟的比赛时间 还剩下最后的五分钟 茶农们纷纷加快了速度 准备进行最后的冲刺 五分钟后 比赛结束了 机器队和人工队的队员们 分别背着自己四十分钟的劳动成果 沿着来时的山路 回到了山顶的操场上 双方都将各自采好的茶叶 集中在一起 分成了两大堆 准备比较一下高下 现在我们这个人工队和机器队 我们的茶叶都汇总到一起了 这是我们机器队的战果 这是我们人工队的战果 你们觉得是你们采的多 还是他们采的多 我们采的多 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人工采的多吗 你们人多是吗 好你们人多 人工队里面说他们比你们采的多 你怎么看 我们根据那个茶叶的起诉 跟它宽度跟它长度 我估计差不多 但是我们采的比较干净 接下来 双方一起来到了村里的茶场 大家先称赁一下 人工采摘的茶叶重量 294公斤 就是长得减掉了 好好好 轮到机器采摘的茶叶 进行称重了 现在这个车呢是多少 338对吗 对 就是说这个板也除掉了 好 那这个机器采的3188 人工多一点点 多了几个斤 那应该差不多 好 我们小匹呢 来 在采摘数量的比拼中 黄蜂的10台采茶机 以44千克的优势 胜过了50名茶农 而在采摘质量方面 虽然采茶机会由于操作不慎 而带进一些茶叶的老梗 但经过工作人员鉴定 基本上也都能够满足茶厂 制作碎红茶的需求 便捷式采茶机 终于顺利通过了 大叶种茶采摘的最终测试 也得到了茶农的认可 如果说让你们用机器材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愿意啊 为什么呀 看谁呢 看谁呢 谁呢 想见 挺轻松啊 手一泡 小指甲 有脚的是吧 扎死点 这些都泡完了 这些都泡完了 通瘦 通皮了 通皮 这都是手中采茶磨的 很辛苦 辛苦啊 只要我们已经都尽力了 没留下遗憾 就可以了 一如既往的 把这机子推广开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给它做好了 因为这个要照顾 通过所有的茶笼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呢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 进行联系 或者登陆我们的 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我爱发明 我是陆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瓜子好吃 曲子男 瓜浓有苦 不敢言 一台机器显神威 瓜进子出 好神奇 这是一台什么机器 引得众人群情激昂 敬请收看 外发明 瓜熟子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外发明 花熟子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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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